我再三強調, 講英語一定要音節輕重分明 我們經常用那兩本字典, 有一本叫牛津, 英文是Oxford 第二個音節是Vid, 千萬不要說Oxford 另一本字典是Longman, 第二個音節是Mun 千萬不要刻意說Longman Oxford和Longman, 第二個音節都是用這個做母音 僅僅可以聽到跟乎模糊, 因此叫做模糊原音 有些專家叫做neutral vowel, Neutral vowel 這兩個字都有一個模糊原音 很多學生似乎不知道有這個母音 因此才把purpose讀成purpose 跟著這些字可以用來做練習 Poland, Moment, Surplus, Contain Comfort, Covered 最後這個字是Considerate Considerate 千萬不要說Considerate 總之就是一句, 不要斷鼓, 查多些字典 有幾十個常用的短字 除了本來的音, 還有一個輕獨的音 全部都用那個模糊原音 用例句說明 正反雙方 要說for and against 為了輕重分明 為了特出for和against 兩個主要的字 and and 要讀成and 如果你說for and against 就算差了 問題, 你現在看甚麼 要說what are you looking at? are 越讀成uh 這樣的音 突出的是what 跟look 兩個音 答了, 我在看一幅畫 I'm looking at the picture I'm looking at the picture m 變成只有一個m字 um 這樣的音 at 變成it the 變成the 突出了looking 跟picture 兩個字 我始終認為 在華人聚居的地方 多數學生都要學基本的語音 或者俗稱平音 只是靠模仿是不可靠 這兩個都是淺字 根據Oxford 第一個字是before 第二個字是deliver 頭一個音節 e都變成短I音 但我們平時遇到很多西人 他們會說before deliver 他們用了一個模糊原音 沒錯的 因為 說得快的時候 很難辨別清楚的 這兩個字都有y 當y是I 頭一個字有三個I 第二個字有兩個I 現在是Oxford 頭一個字讀ability 第二個字是policy 當中有一個I 都變成一個模糊原音 這兩個字香港很多人讀錯的 他們說careless greatest 錯 即是把last test 讀回原本音出來是錯 應該說careless greatest 這樣才是對 還有兩個字 頭一個不是cabbage 第二個不是mountain 要讀cabbage cabbage mountain mountain 又是那句 查一下字典 這個字母當然不能夠說x 就算說x也不是很好 應該說x 用ex 開頭的字很多 我主張每個字查清楚字典 就看這個字 根據Oxford 要說expect ex的讀法 就等於iks 這個字要讀example ex的讀法等於igz e的弱音 很多時候讀成i的短音 再看兩個例子 這個字讀subject 這個是object e都變成i 這個字天天用到黑 這個字母的字母的字母的字母 如何讀法呢 如果做名詞解藉口 是excuse excuse 如果做動詞解原諒 要讀excuse excuse 分別就在於 尾音一個是s 另外一個是z 對不起 是excuse me 或者excuse me 如果你向來不知道 一個z音 今天要甘情 這兩個字的分別 一個母音長 一個母音短 TOO是to PUT 留意這個音符怎樣寫法 有OO 拍在一起的字很多 school cool soon choose 全部用了長的母音 不是一定的 room 可以說room groom 可以說groom 長短也可以 這兩個字還一定要用短音 book cook 集中看看cook 不能用長的母音 說cook 是錯的 說cook 用O音也錯 因為cook 是coke的讀法 cook 一定要說cook 用短的o的音 這兩個字的分別留意一下 大家都用長的母音 頭一個字讀loose 第二個字呢 是loose 分別原來就是尾音 一個是s 一個是z 再說一次你聽 loose loose 你會發現 用z做尾音的 前邊的母音 好像彷彿拉長的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